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三星官方表示美国和加拿大顾客同样可以享受18日送达的福利 另外三星确认S8 Plus会提供6GB RAM版本 只有黑色可选 这批用户还将获赠三星PC扩展物DeX 据传国行S8的沟通会要退迟到28日才开 其售价是6288元 各位兴奋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了呢 现在AOSP代码库里出现了Google Pixel 2的身影 代号为Masker 另外还可以看到我爱他们的两个代号 不过这两款产品身份不详 有外媒怀疑前者是小尺寸的Pixel 此前报道Pixel 2依然会交给HTC代工 而且HTC已经拿出了原型机供谷歌参考 据传这款新机将在5月17日的IO2017大会上 与下代安卓O一起发布 各位小伙伴们期待吗 昨天刚提到了魅族可能会在本月下旬发布一款新品 现在工信部就曝光了一款型号为M621CS的魅族新机 据传该机将被命名为魅族5X 很可能是魅族5的升级版 该机采用金属机身设计 搭载黑6P10处理器 提供2G 3G 4G运存的三个版本选择 存储空间最高64GB 3820毫安时电池 支持快充功能 没有们准备好换新机了吗 德国初创公司以巴洛最近在德国菲列特港举行的 欧洲最大通用航空贸易博览会AERO上 展示了首个商用垂直起降飞机RX 最高时速为62英里每小时 该公司表示RX机身内部有皮革座椅 只能容纳两个人 它能够进行远程遥控或者自动飞行 此外以巴洛还表示将会在2018年将它作为空中低势 投入商用 到时候的滴滴和Uber是不是要扩展业务范围了呢 前不久一架3T推出了星辰黑版本 还推出了OnePlus 3T Clite纪念版 现在新配色镀铬版又在网上亮相 看上去像镜面一样闪耀无比 不过目前一家官方并未公布新配色消息 看来科技已可换本正式观测到了每家厂商呀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背报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ager.com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Wager 获取最新推送科技资讯为一节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